俄乌战火迈入第20天 不过截至目前 俄罗斯还是没有办法占领乌克兰十大城市当中的任何一座城市 在过去的星期天 俄罗斯军队加大在乌克兰西部的攻势 向北约成员国之一波兰边界的大型军事设施发动了导弹袭击 根据乌克兰官方说法 这场袭击造成了130多人受伤 35个人不幸死亡 俄罗斯国防部也承认是他们在发动袭击 而且还宣称已经成功清除了180名外国雇佣兵和大量外国武器 与此同时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昨天再度向北约喊话 敦促北约必须尽快将乌克兰领空设为禁飞区 要不然俄罗斯的导弹迟早会落在北约的领土上 他警告北约成员国遭受俄罗斯攻击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好了那眼看俄罗斯的炮火逐渐逼近北约区域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他也警告俄罗斯 如果美国发泄俄罗斯攻击到北约任何一部分的领土 那无论有关的袭击是有意还是无意 北约也一定会反击 另外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代表在昨天进行了第四轮谈判 但是有关谈判只是进行了四个小时就暂停了 随后乌克兰代表兼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在推特写道 由于俄乌双方对一些个别定义出现了分歧 因此谈判不得不进入技术性暂停 以让工作组处理补充工作以及厘清定义之后 再恢复相关的谈判 不过即使两国已经是禁令了进行过这个四次的谈判 但是乌克兰当地多座城市依旧是持续遭受炮火攻击 俄罗斯军队昨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展开空袭 许多住宅和车辆都无一幸免 整座城市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有闭路电视画面还拍到惊险一幕 一名路人走在街道上 不远处突然有一列电车被炮火击中 吓得他赶紧逃跑 虽然是逃过一劫 但一名乌克兰国议员在受访时表示 确实有民众在俄军的空袭中死亡 镜头转到已经被俄军围攻一个星期的 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 据乌克兰军警发布的画面显示 俄军炸毁了当地多栋建筑物 滚滚黑烟直冲天际 当地民众只能躲进防空洞避难 甚至被迫与家人分离 战火无情 即使当地多家医院都被俄军摧毁 但医护人员依旧建立帮助多名孕妇迎接新生命 一默默抢救生命画面与外头伤亡惨况 形成强烈对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